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简单聊一点历史小故事 这个小故事呢涉及英国保守党的这么一个演化历史 首先呢我们从源头党开始说起 这个呢可能是中文群体不熟悉的 但是中文群体比较熟悉的就是推翻了国王的英国内战 就是这个奥利弗克伦威尔 他是源头党的领袖 那我们就要讲清楚英国的这些党派政治呢 要先从这个源头党开始说起 源头党呢 他就是内战时期 主导英国政治体系的这么一个 这么议会里边的一个政治派系 源头党人主要是由清教徒组成 包括克伦威尔 这些清教徒呢 通通呢将自己的头发理成了短发 与当时的这个上流的贵族阶层非常的不同 由于他们没有长发 没有假发 所以显得头是圆的 因此称为源头党 但是中文维基百科上也把它称之为叫源颅党 那是一会上头颅嘛 是吧 那我个人更喜欢是源头党这个词 他叫round head 这个词呢 首先出现在1641年的一场国会辩论中 最早的这个round head呢 它是嘲笑政治对手的一个用词 当然了这个源头党人当时是不接触的 是对这个不接受的 对这个词呢 有很很强烈的一个抵触 比如这个后来被克伦威尔所主导的 这个叫新模范军 这个军队里边呢 一旦你要为对战友称他为叫源头党 就是或者叫round head 是吧 你会受到一种惩罚 它是一种罪行 通常来讲源头党这个词呢 是1641年的12月27日 一个叫大卫海德的 这么一个被解散的军官 他首次使用 在一次骚乱当中 大卫海德拔出他的剑 说他要割断那些对主教大吼大叫的 源头狗的喉咙 源头狗 是吧 就是相当于今天的中国人所痛恨的叫恨国党 然而并非所有的源头党人都是短发 你比如我跟您家讲那个克伦威尔那大家看到的画像 他肯定不是短发 那这是什么原因呢 这还要再往前 历史还要往前推一推 就是当时的英国国教的大主教威尼劳德 他在1636年的时候呢 发布了一条法令 这个法令呢是要求所有的神职人员必须留短发 于是呢 许多亲教徒呢 反叛表示对他权威的蔑视 就开始留长发 虽然留了长发 但是这些人呢 还被继续称为源头党人 就Round Heads 长头发的 在这个表示 自我表示独立或者是高级一点的亲教徒党中呢 也是非常常见的 其中就包括我刚才讲的这个源头党的领导人 克伦威尔 那下面我们讲一讲 这个源头党人 他的这种观念 就是他们是什么样的一种观念 或者什么样的一种政治诉求 早先的时候 源头党人大多寻求的是君主立宪制 比如起初的这个源头党领导人 托马斯·菲尔法克斯 还有第二代曼车斯的伯爵 埃德瓦 蒙塔古 这些人 都是坚定的君主立宪支持者 但是很快呢 这些老人呢 就是 这些源头党的老人呢 都被这个克伦威尔和他的其他的一些共和主义 激进分子就给击败了 从那以后呢 这个源头党人呢 几乎就成了共和主义的一个代名词 并且呢 以克伦威尔为代表的这群共和主义者呢 他也获得了新模范军的支持 到1649年的时候 英国内战结束的时候 此时的查理一世呢 已经是人心丧尽 他跟那个苏格兰结盟 当时的苏格兰 是 是吧 是这个英格兰的一个敌对国 因为这么一个国王的这么一个做法呢 从而使源头党人 主导了英国的政治局面 并且处死了查理一世 再说一下这个克伦威尔这个人 源头党的这个领袖 奥利福克伦威尔 他是英国国教的改革者 托马斯克伦威尔的 后代 这个托马斯克伦威尔呢 他是第一代埃塞克斯伯爵 这个托马斯克伦威尔 是亨利巴士的一个宠臣 曾任国会议员首席部长 他对这个世界造成最大的影响 就是他雷厉风行的推行了这个宗教改革 并对抗罗马教廷 解散罗马修道院 还帮着这个亨利巴士张罗娶老婆 但后来呢 还是被亨利巴士砍了脑袋 但是有趣的历史是 托马斯克伦威尔被国王砍了脑袋 然而托马斯克伦威尔的后代 奥利福克伦威尔 他砍了国王的脑袋 这个瞧上去也是很公平的 源头党人的主要支持者 是亲教徒和长老会教徒 也包括一些更加激进的 原始的无政府主义者 和一般的那个 就是早期的这个社会主义者 源头党人对立的 或者社会主义 或者叫平等主义者 因为那个时代 可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 但是他们追求的那种平等主义 和后来的社会主义 就有着一种很强烈的思想上的联系 那么源头党人 他们敌对的那一面是什么人 他们那一面呢 被称为叫歧视党 歧视党的 此处讲的这个歧视的这一词呢 其实也是对这个 这个政治对手的挖苦 这一群人他实际上是保皇党人 但是这个保皇党嘛 其实也不是特别准确 因为毕竟是 他们的有很多这个 是基于他们的一种 一种关于自由传统啊 关于这种法治习俗啊 他们的一种一种坚持 所以不是那种只是为了保护 保卫国王那么简单的一个 一个事 因为保皇党在这个 中文语境里面是一个非常负面的词汇 这个歧视的一词呢 是对保皇党人的挖苦 大约有点类似于今天这个 中文语境当中的什么五毛党的意思 但是无论如何 这个歧视这个词呢 它毕竟意味着对传统权威的忠诚 所以他很快呢 就被那个源头党人的政治对手呢 就接受了你们不是说我是歧视党吗 我们就是歧视党对不对 后来这个源头党人所代表的 具有共和主义倾向的这么一个群体呢 就逐渐逐渐随着历史的演化呢 就被辉格当取代 辉格那绝对不是什么好词了 辉格呢就是这个词呢 它最初呢 它是叫歪个帽这么一个缩写 起初呢是苏格兰的北部的一些人 用来指代那些苏格兰西部的赶牛人 来到利斯这个地方买玉米的 而这一群苏格兰人赶牛的时候呢 他喊的那个叫 叫 那个发音呢 在英语当中听起来就是辉格 那个他的那个赶牛的时候 那个吆喝是什么呢 大概就相当于中国人赶马车的时候的吆喝的 得得呛驾女 是吧 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东西 那毫无疑问 这个辉格党这一词的 它是 它是这个歧视党人对这个群体 就是或者叫保皇党人 对他们的这个共和主义群体的一种 刻意的污名化 而源头党人的这个政治对手 歧视党呢 逐渐逐渐就被Tory就给取代了 就是脱离党 当然了 脱离这个词更不是什么好词 脱离这个词呢 它源自爱尔兰语 最早是狩猎的一词 而它进入英语语境以后呢 它的意思逐渐就演变成了叫 类似于叫 一个不法之徒 以暴行和残忍著称的强盗 还有一种说法 就是说他们就是有盗马贼的意思 就是一群偷马的人 1680年的时候呢 脱离作为贬义词出现 是最早是用来描述詹姆斯二世的支持者 叫詹姆斯党人吧 但我说是不对 就詹姆斯党人是指的是詹姆斯儿子的那一票人 那一票人被称为詹姆斯党人 当然也跟詹姆斯二世有关 脱离呢 这个词呢 最早呢 它是一个口语 它与这个辉格呢 并用 逐渐逐渐就成为英国政治当中的两大政治派别的名称 也就是辉格党对脱离党 脱离党与辉格党的对立关系 就和今天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的这种对立关系是一样的 它的影响非常之深远 主导这个英国政治也非常之深远 它一直影响到后来的美国独立战争 在美国独立战争期间呢 几乎所有的这个国父们都声称是辉格党人 共和主义者 而脱离党一词呢 与保航党一词呢 在美国独立战争当中呢 它是交换使用的 主要是指那些忠于国王史的殖民者 你比如这个拿破仑 在1776年的革命之下 指挥的这个长岛战役 长岛战役就发生在这个曼哈顿和这个布鲁克林 那个地方 曼哈顿是隔海相望了 它的主战场是在布鲁克林这边 今天全都是被那个居民区给覆盖了 已经没有当年的样子了 那在那个时代呢 这个长岛呢 主要居住的是种地的农民 那这些农民呢 它是脱离党人占主要人口 这些脱离党人的农民 所以这个问题呢 就是不仅仅是这个长岛 包括这个曼哈顿 包括其整个这个纽约州 大多是这个脱离党人的支持者 或者叫国王的支持者 这些人是很讨厌 这个很不喜欢这个美国独立的 你包括后来美国制限的时候 这个汉密尔顿就威胁纽约 说如果纽约不加入这个新的联邦的话 他们会让纽约市脱离纽约 让他加入联邦 所以就是当时就是这种 就辉格党和脱离党在纽约的竞争 就达到这样的一种白日化的程度 所以战争结束以后 没有办法 他们就采取了一种 极其野蛮的方式 把纽约的这些脱离党人 通通给赶走 所以这些人呢 被赶到了加拿大 就导致了这个加拿大人 后来是变成了一个英语国家 就是以英语为主的国家 就是这么样一个历史造成的 脱离党呢 它是英国的一个老牌的保守主义政党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英国的保守党 其核心的价值 关键词就是上帝国家 国王和国家 所以它的这个党徽中间有一个王冠 而辉格党呢 则不断的演化 后来呢 它改名叫自由党 再后来呢 又变成自由联合党 最终在1912年和保守党合并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看 我们讲完这个源头党和这个歧视党 他们的历史 他们的历史演化到最后 他们是 就是完全是一回事 就是就合并了 它合并的一个思想背景的是什么呢 就是当时的法国大革命 和18世纪的 后期的这个保守主义思想的兴起 保守主义呢 就综合了这个温和的 非个党的经济立场和脱离党的社会价值观 以及这两个党都共同所继承的这个自由大传统 1830年的时候脱离党正式被保守党一词取代 其实在这个历史之前 在这历史之前 他们在 就是在 1688年那个光荣革命的时候 这两个党就做过一次合作 但是 平常斗的这个鱼死网破 当国王威胁到他们每个人的利益的时候 这两个党也可以出于一种 现实利益或者是价值观的需求 他们就相互合作 所以他们合作赶走了詹姆斯二世 使得这个英国成为一个君主立宪的国家 就是这么来的 但是最终吧 这两个党合并了 因为毕竟自由是他们共同的这个观念 所以说这是一个殊途同归的事情 源头党和歧视党及其继承者 经过数百年的斗争 最终在遇到更加强劲的现代左翼政党后 他没办法 他们合并成了一个政党 在今天的保守党的主流价值观看来 就是社会它是有权威和法治体 因为法治维系在一起的 其核心呢是服从权威 而不是公民想象的权利 政治人物首要的是美德 使政治人物的统治成为可能的是他们的气质 没有这些社会就会崩溃成为尘埃和粉末 真正的自由与服从从来不冲突 这就是为什么他们 你到今天为止你还可以称之他们为保王党 也没有什么太大问题 因为自由有时候就是服从的另一面 从这个角度来讲 不论源头党还是今天的保守党 他们都是这一价值体系的前辈和后代之间 不间断的继承人或者要继承关系 我们熟悉他们的这个历史脉络呢 有助于我们对主流文明有一个基础的认识 如此而已 所以呢我就得不得不给大家讲一段这个小故事 好了说完了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